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飞碟早餐 唐香龙权威掌厨 8点07分45秒 收听的飞碟早餐 我是唐香龙 民国108年1月7号星期一 一个礼拜的开始 今天当然是我的时间 那明天会有国际新闻 后天 后天早上8点同时 我有个比较特别的访问了 先卖个关子 那比较特别就是说 平常可能访问不到的人 我想请他上线呢 好好的聊一聊 他的很特殊的生命经历 后天早上8点钟的是 星期三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排骨呢是 排骨是算大跌了 虽然尾盘小拉了一点 盘中最大的跌幅 跌幅有到13040点 但收盘的时候跌109点 109点的跌幅有1.16% 收盘的时候在9382点 9382 但是量能的放大 放大到10591 这个量能值的留意一下 当然你可能会说 那都已经又跌了100多点了 尤其两岸 两岸关系看得出来 就两岸关系 今年会 会很紧张 会很糟 虽然这个也在 预局之内 我是不太知道 就是说 因为11月24号选完的时候啊 就觉得有一种的 有一种 一厢情愿的乐观 的声音 觉得 民进党应该会 在这一次的重大的挫败当中 会反省 那自己的 自己的政治路线 意识形态 两岸关系应该会缓和吧 蔡英文总统不是说 维持现状吗 但是 你看到现在的情况 不但 不但不会维持现状 那统独同时出手 习近平开口了 因为是习近平开口 表示那个调子无可转还 如果今天只是 某个学者 国台办 那另当别论 那个那表示 还保留的后续 调整的空间 但是当习近平 在 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号的 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 那发表今年讲话 那提出了所谓的习五条 这个习五条 其实最核心 就是 开始有比较 积极的 触统的 过去反读 反读还是反了 但是反读已经不够了 他现在显然开始 开始积极的触统 催促 促进 统一的进程 因此我形容他像是 今天 在车上开车的人 把卫星导航打开了 以前呢 都是上车的时候说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们可能要 要去阳明山 好 但讲归讲 那手指一指 但是 但是并没有呢 真的往 往那个 往那个地方呢 出发 就是一直讲说 我们要去阳明山 去去阳明山 但是这一次 他把卫星导航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呢 卫星导航一开 好 那开开始呢 开始这个定位之后 好 那那个路线呢 就画出来了 这次 他把路线画出来 好 那路线画出来怎么样 路线画出来 还好 他没有说 我们在几点几分呢 要到目的地 或者他没有时间表 所以 整体来讲 有触筒的味道 已经很浓厚了 但是 那个压力 还没有这么的迫切 在下一个阶段 大概就是时间表 所以 他的讲话 当然是有步骤性的 但倒过来讲 当习近平讲完话之后 然后 你看到的 这个独派的四位大佬 包括李远泽在内 那也开始 倒过头来 对蔡英文的挤压 好 那统独呢 同时出手 但是蔡英文 是用更坚决的方式 在抗拒 那 包括 包括上个 礼拜六 蔡英文呢 是公开的呼吁 朝野政党以后 不要再谈九二共识了 没有九二共识 当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 并非始于今日啦 比较具体公开的 全面的否定 是在2011年 当他要选 2012年的 跟马英九角逐 领导人的时候 那次的大选 我称之为 九二共识的公投 你今天大可 不需要观看个别人物的发言 呃 谁谁谁反对 谁谁谁赞成 而是你从2012年 如果 如果民进党作为一个现代的执政党 他 他这么的 这么的迷恋选票所表达的意涵 那2012年那次的大选 基本上面是台湾 有史以来第一次清楚的 九二共识的公投 那次的选举 因为 因为最后所有的数学 全部都是九二共识 马英九也就顺水推州 把他推到了一个 九二共识的一个公投对决 为了要取得自己第二任期 在执政 要推动两岸 政策的一个正当性 所以把他变成是 九二共识的公投 那场选举 马英九仍然大胜 那台湾 台湾 一千大企业 几乎都都表态了 有的是集体表态 有的是个别表态 大老板表态 几乎都表态 好 但是 隔了几年之后 政治气氛的转变 尤其反复冒之后 这个味道 又变了 台湾就是一直反反复复 就是没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的调子 定下来 那你可以说一人一把号 一档一把号 各吹各的调 那一档一把号 各吹各的调 那又只有两个档 而这两个档吹的调子 又差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面情色不和民 所以今天谁执政 几乎就就是把把另外的一个档的诉求 全部否定 全部推翻 而且一定会建立在践踏对手的基础上面 来巩固自己的执政的正当性 那用这种的处理方式的话 那当然没完没了 好 那 刚讲到就是说 在 上个礼拜五的台股的下跌 其实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是非常不好的 相对国际股市来讲 台股的表现是非常不好的 美股在开春之后呢 开始出现反弹 甚至于 我们现在再看美股啊 美股在上个礼拜六厘前收盘的时候 又大涨了746点 来到23433点 当距离他 他去年的高点 大概27000点左右 还是有大概 大概3000多点的距离 可是连续600多点 700多点的上涨 除了这个中美贸易战的 缓和的味道 因为川普在开春之后 释放出来中美贸易战缓和 可是我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那个 那个基本上 跟跟跟这个 跟国际权力斗争的逻辑是不符的 那个基本上面都只是针对特定议题的操作性的喊话 特别是川普非常习惯这种操作性的喊话 所以把自己的威信 把自己的信用度的都都降低了很多 好那 除了这种的这种的操作性的喊话之外 另外美国的联总会暗示 可能暂时不会再生息了 所以对美国的市场来讲 即使上周因为苹果Apple的财报市井 财报的大幅的修正 那毛利率也大幅的下修 这在苹果来讲非比寻常 而苹果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 他在大陆的市场萎缩 所谓的萎缩不是比原来的占比萎缩 而是成长不如预期啦 我一直要讲就这要讲这要弄清楚 所谓的萎缩 是到底是比去年负成长呢 还是成长不如预期 苹果遭遇到的情况是成长不如预期 他的他的去年的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吧 他的他的这个获利840亿 比原来的895亿到931 大概落差差了一些 好因此呢苹果的跌了一层 那这一层的下跌 就让许多做做做这个 国际政治话题的 就开始可以大作文章 好那当然中国大陆的经济 不需要经过苹果 文也文得出来 他有有下行的压力 这个从中美贸易战开大 今年初我就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 我说文得出来大陆的经济 有下行的压力 那下行所谓的下行也是一样 他不是比去年会负成长 他不是面临到实质的衰退 如果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啊 面临到实质的衰退 那那就不得了了 那他这样不是 他也只是成长率往下修 原来预估6.5到7的 中高速的经济成长 可能要下修到 如果能够下修到6到6.5 那已经很好了 但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会持续的打下去 他他是一个打起来比较 比较不会 不会让大家马上觉得非常非常痛 但是又可以师出有名的 一个斗争的方式 好但是 这短几短线来讲 国际股市可能会有反弹的机会 除了美股这两天的 这两个交易上涨600多点700多点的上涨 那道琼指数涨746点涨3.29% S&P500也涨了84点涨3.43% 那NASDAQ涨到了6700多点 费人半导体涨到了1140点左右 好都在都在上涨 那另外呢 国际油价呢 也有一些的反弹 那谈到了每桶 大概纽约清源油到48块多 还没有到50块了 那之前的跌到大概4445块左右 是N43块 好那因此呢 油价呢也有一些的反弹 另外 看一下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 就是除了台股之外 除了除了台股 其实上个礼拜的亚洲股市 台股日股的表现比较差 但是韩股啦 港股啦 路股啊表现的都不错 那看一下今天呢 今天日韩股市呢 开盘的情况 日韩股市 韩股今天开盘 大涨35点 跟我预期的差不多 就是周末时间看看 但是我 因为我我我现在我现在没有时间找到专家上上线了 所以 所以我都我大概自己把功课做一做 然后 然后看一些的看一些的相关的数字跟指标判断一下 那从 礼拜五礼拜六的国际盘的角度来看 我判断今天的 他不是只有雅股今天这样子涨 而是 而是看起来短线 国际股市 是有反弹 而且因为美股已经连续两天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这个反弹你可能会说那差不多结束了吧 我觉得也许会有会有会有一点点的小修正 但但是还没有 好那 那 韩股呢涨35点涨1.79% 那日股呢 日日股今天今天开盘之后呢 大涨701点 涨涨幅3.59% 重新占上2万点这701点呢让大陆让这日股呢 占上了2万点2万0263点 好那我我不是看看图说故事我我不是看了就日韩股市开示之后我才这样讲 我在我在我在盘前我在判断这个这个股股市大概大概大概是要反弹的 那当你说谈些什么不不是都都都利空吗 但是跌多了之后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利多 好那再加上之前有讲过就是说以台股来讲台股虽然要特别的面对到两岸的因素 所以台股比较难说但是我想今天台股也会呢顺势的反弹 但是两岸的两岸的变数今年会从年头到年尾不会只有这一年啦 因为一开春的时候蔡英文也很强硬习近平也很强硬独派也很强硬 美国也很强硬所以所有的这种的鹰派老鹰都出现了在开春老鹰都出来了 当所有的大家都是鹰派对应的时候那没有任何任何比较的理性的示软浮软的声音的时候那大家就是硬碰硬嘛 硬碰硬 那就是等对撞看看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老百姓的选择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啊2020年 要在投票现在许多的硬强硬也无非都是一种的政治立场的选择跟计算 因此重点在于在台湾我们有选择对于这种的强硬我们的想法跟态度的机会 但是在大陆没有大陆的强硬官方的硬就是硬老百姓说我不硬那也没有办法 好今天不管你是透过8点钟的时段了不管你是透过收音机你是透过网路或者你是透过我们的Facebook的直播系统 那你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那非得到早餐我们现在的直播直播线上的人数不多251位但是不管不管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在哪里 那都跟你说早安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还有大陆很多那我之前有提到过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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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的大陆的一个路路口网站 那今日头条我在那边注册注册了之后会有一些的大陆的朋友来打招呼啊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对对对台湾啊 不是只对非得早餐啊他们对台湾的媒体的环境啊呃如鼠家增一般但是说这种人很多吗相对大陆的十多亿人口来讲当然不多啊但是 但是 那个数量还是蛮惊人而且他们对台湾的这些事物他们都都是翻墙过来看台湾的台湾的媒体包括早上听非得早餐他们听非得早餐不用翻墙 所以还有真的是有不少的听众啊就是早上的是是听非得早餐在过日子好一直对台湾的事物啊对台湾的价值其实他们有一定的熟熟熟悉度 因为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听众了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哪一个时区全球二十四个时区最早可以数得出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的露脸的听众在亚洲的大陆的日本的然后然后呢这个在东南亚的啊澳洲 纽西兰啊在中东的甚至于在在我说之前也有也有在非洲的在在北非的在欧洲的在美国的加拿大的都有甚至还有过巴西的好这些实在是不可思议好不管你在哪一个时区都跟你说早安来回头看一下台湾的新新闻周末的时间蔡英文去了去了金门 但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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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死猪 按这个大陆的这这些养猪户真缺德就把这些猪呢就丢到对了虽然他也许丢到河里然后飘飘飘飘到海海上然后呢又飘飘飘飘到金门但也有些阴谋论说这真的是从大陆飘过来的吗从这个这个季节的洋流 怎么会怎么会飘到飘到金门的不合理吧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是是故意栽赃 我不做这样想了因为因为虽然会有这种的阴谋论不过没有证据 那我相信台湾的这些的检疫的单位他们在金门的这些的海边所捞到的那数量并不多啦几头啊但是捞到了这些呢并病死猪的这些的海飘的尸体 一验了之后哇非洲猪瘟那因此上个礼拜金门的金门就就开始呢列入到疫区管制所有对于境外的这些呢肉品的管制那金门也适用 好那蔡英文总统特别去那个地方无非是借着这个猪瘟呢 呃打猪趁热啊这不是打铁趁热打猪趁热那借着猪瘟的议题那站在猪的尸体上面 继续操作两岸关系蔡英文在新春谈话里面讲到嘛说连 连猪瘟防疫那都没有办法同步通报 谈什么两岸一家亲算什么两岸一家亲 其实坦白讲啦今天就算通报你你也不会讲两岸一家亲了 你也不会有这种感觉没有就就是没有那特别是这种已经 已经民进党在在两岸的情感历史文化血缘的这些呢 基本的基本的身份认同的课题上面已经自我暗示到自我否定 自我异化到这种苦大仇深的地步不但不但没有办法两岸一家亲 甚至于是两岸两家仇啊好像好像跟邻居偶尔你看到的社会新闻 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 但是呢这种的苦大仇深之后啊 这种近邻不如远亲啊在台湾可能更适用 对民进党来讲近邻的大陆远远不如呢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近邻不如远亲 那这种的两岸两家仇跟两岸一家亲差太多了 可蔡英文会为了一种防疫啊说实在的跟总统有这么大的关系吗 讲一讲你关心就好了这不行行政院的权责吗 台湾的台湾的公卫的体系啊防疫的体系其实其实自转的很好的 这个我过去提过这是蒋介石的功劳从蒋介石时代开始那种风雨飘摇的时代 蒋介石在第三世界国家里面在冷战的第一线政权随时都有都有可能灭亡的环境里面 他仍然把非常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投入到公共卫生体系 所以台湾在今天在教育在公共卫生体系的表现非常好 他也打造了台湾在在战后很快速的经济复兴的重要的基础 台湾很快的进阶到一个文明社会 但是蔡英文去金门为了几头死猪去金门 听起来听起来很很有很有很有新闻感啊 金门又不远 可是你还记得之前不久之前去年的823 去年的823距离现在也在不过四个月嘛 823你记得蔡英文死都不肯去去金门 当天去的是国防部长 作为三军统帅不去 你如果不是2018年 我也不会这么的在乎你蔡英文去不去 但是2018年为什么在乎 因为2018年是823炮战60周年一甲子 今年虽然已经开春了 但是农历年还没有过完 所以所以理论上来讲 现在还还是戊续年的年位 我说戊续年 之前我访问王浩一 他研究易经啊 他说这十年他都在潜心研究易经 他研究易经 他讲说戊续年 戊续年 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大年 那60年前的戊续年 上个戊续年 823炮战 再上一个戊续年 就是戊续变法 这个康良变法失败 看了变法失败之后就已经注定了清朝的灭亡 823炮战的胜利 也让台湾呢 赚到了60年的安定 但是今年的戊续年 从年头到年尾都不平静 那蔡英文总统 可以为了 几条的 病死猪的尸体 还不是每一条都都都有猪瘟反应 但是只要有一条 哇有猪瘟反应 赶快跑过去 可是去年 823炮战这个对台湾影响这么深远的 一场的战役 那场的炮战 我觉得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面 应该用专题专章 去告诉大家 在当时 蒋介石是怎么处理这场战役的 当风雨欲来风满楼 你想第一发炮弹落下来的时候 金门 在当时胡连是司令 另外的三个副司令 在炮弹的第一 第一集的炮弹落下来的时候 三个副司令全部死了 在823炮战的时候 蒋介石是把他最心爱的儿子 蒋经国派到金门 你回头去看看 看看蒋经国在当时 不断的从 从炮火的第一线 大家那个时候都会觉得 金门是撑不住的 但是他把儿子放到 放到金门 而蒋经国不断拍发的电报回来 在报告呢 在当地的情况 台湾有几个人办得到 讲归讲了 毕竟那场的战役 是两岸的一场的关键的战役 在当时 大陆方面在823炮战期间 1958年 很密集的 发表了三份的告台湾同胞书 跟1979年的这份不一样 你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发表三份告台湾同胞书 你可以想见在当时 文攻武嚇 气氛 非常的诡诀 非常的险恶 可是 823炮战60周年 应该是可以好好的释放 政治讯息的时候 蔡英文连去都不去 连话都不讲 选举年 这么的重要吗 可是 隔了四个月之后 几条死猪 他去了 所以 有人会觉得 823炮战的 之前我还访问过的这些的老兵们 我访问的几乎清一色 全部都是台籍老兵 讲到那个炮战 不管他们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痛哭流 流涕 觉得 觉得那个 那个战争的记忆真是太可怕了 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很光荣参与了那场战役 可是当三军统帅来都不来 理都不理 他们当然很难过 讲到蔡英文呢 讲到民进党也是咬牙切齿 那今天为了几条死猪去了 对啦 猪瘟 所有的防疫都很重要啦 我上个礼拜以后就解释一下猪瘟 对猪会有影响 对人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对于六十年前的这场的关键战役 这么多的包括战时的这些的军人老兵 你没有感觉 尤其对金门人所受到的近乎一围平地的炮击 没有感觉 只有在当时被逮到的偷偷去观光的陈建仁 副总统 带着口罩带着家人去观光 大人莫名其妙 可是今天为了几条猪去了 真的人不如猪吗 还是猪年快要到了 所以蔡英文对于猪特别有感觉 我相信今年会有 除了猪瘟的猪之外 另外一个猪就是猪利伦 大概这 这两条猪 大概都会让蔡英文在今年很有感觉 进广告回头聊 这联合报当歌各报都一样了 各报都因为昨天了 昨天是民进党的党主席的选举 那这位是卓荣泰 卓荣泰高票当选 这次的选举民进党的党员呢 也号称有几十万 但是实际上投票的只有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六的投票率 卓荣泰拿到了两万两万两万多票 那总共开出来票数只有 只有三万五千票左右吧 卓荣泰拿到了百分之七十二点多的票 那他的对手游盈龙只有二十四点多 卓荣泰的票呢 是是是是游盈龙的两倍啊 两倍都还有胜了 百分之七十二对对 百分之二十七啊 刚好倒过来 两倍都还有胜 好那卓荣泰的大胜会很 很意外吗 不会啊 这个就就如果说选选前会 你不要你不要光天游盈龙 游盈龙喊话了 虽然他他他他是我学长 不过他本来就是民进党里面的孤鸟 他这个孤鸟是非常孤的鸟 非常非常孤啊 二国孤鸟还有程度的差别 但游盈龙是非常孤的 呃他历来学选举也都选不上 这党内也一直没有也都没有受到怎么样的重用 所以他就回到了他的老板行比较擅长的部分 他就去做民调了 那做做民调倒是有一些的影响力了 在在一个民调公司的位置上面 尤其从蔡英文一执政了之后的几份的民调 呃相当程度上面 那游盈龙的民调跟其他所有的媒体 除了跟三立自由以外啊 跟其他所有媒体的民调到都是吻合 三立的民调到九合一选举之前的前一天台面下面的民调 三立的民调都是告诉民进党说 六都最少赢五都 他会让这这会让让让民进党产生一种的幻觉 那种的幻觉就是在选钱 那因为大家看不到啦 因为民调不公开 我们也不能谈谈了被罚钱 大家干嘛跟钱过不去呢 所以所以除了讲话呢 要要介绍恐惧之外 那大家都还是会听到 听到各方的这种的 各个系统的民调 那长时间到了这个阶段 最后的闭关起 我们会有自己信赖的民调 但是一些的操作性的民调 就像是我讲的就在选钱的时候 选钱那几天的时间 一如延续选钱的每一天 你听到的民进党的朋友们 因为我们上节目啊 或者在其他场合当中遇到 大家基本上面都还是可以 可以讲讲话聊聊聊聊天 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的树杀恐怖啦 除了少部分的对象啦 少部分的对象啊 就是他会他会分不清楚就说 到底今天是在一个很严肃的讨论的场合 还是在在私下大家比较比较比较轻松对话的场合 就是那个角色转换困难 所以就觉得每天的都都是好像 好像的准备准备准备拿刀子跟你互砍的感觉 少部分会但大部分不会 可能听到民进党都是非常乐乐观 他们他们不会输他们会大赢 那我要讲的是说 你只要 只要很把自己的情绪沉淀一下 对于民进党这个政治集团稍微了解一点 你也知道游鱼龙不会赢 即使是 即使是这些的独派大佬 这些独派大佬之所以在1月2号1月3号 那 登广告引起轩然大波 那点名蔡英文 只做一任 点名蔡英文要交出权力 点名蔡英文你要当个看守总统 不用做事 不要讲话 关在总统府里面自我软禁 面壁撕过就好了 那个其实是有在帮游鱼龙造势的味道的 因为这场党主席选举 到后来就是很清楚的一个 一个挺英 保英啊 跟反英 保蔡英文跟反蔡英文 那 左动态被设定为 因为 因为他是民进党几个中生代共推 这不是杯酒士兵权了 一场饭局 那就给这个卓中泰呢 批上了龙袍 你就代表出征 我们听你 那场的饭局也引发了 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 吴乃人 吴乃人不只是大佬 他可他可不是像 像像像是这几位独派的大佬 吴乃人做新潮流的大佬 是真的大佬 是真的是老大 他是 他是出钱出力啊 尤其是出钱 如果没有吴乃人 邱一人 这这些人 从新潮流创流之后 一路提膝后进 养人给钱 新潮流不会壮大到今天 可是呢 看着这些呢 后生晚辈 转弯不打方向灯 自己呢 就大佬大余 就自己呢 就决定了 当然很不爽 所以退党退流 可是改变不了潮流 郑文燦啊 黄伟泽啦 陈其脉啊 林家龙啊 这些人 他不是他表面上跨派系 但其实 他们是同一个 所以那个呢 世代淘汰 世代斗争的味道 会很鲜明 好 那推卓荣泰 卓荣泰因为呢 成为这些 终生代共推 的对象之后 气势大盛 而这些呢 终生代 挺小英的味道 是很明显 这个是 民进党的权力逻辑 如果 如果 如果看了那个 终生代共推 卓荣泰 你还有存在一种幻觉觉得 觉得游银龙有有可能挑战成功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啦 即使今天选完了 我不是完全没有肯定那个可能性为乎其为 为乎其为道就说你今天要下注的时候啊你说你说你去赌游银楼那我只能说你笨 好那卓荣泰大胜 他也象征的 象征什么 象征 蔡英文 蔡英文大概 大概 大概会被设定 成为民进党 2020 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原来 看衰蔡英文的声音包括我 我我我我不是玩完全看衰因为我我知道民进党的这种的派系的逻辑 那 原来看衰蔡英文的 都必须做一些的修正啊 因为卓荣泰大胜 虽然游银楼拿到百分之二十七点多 仍然不可小觑啊 那投票率这么低对民进党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这些党员这么冷 党风雨飘摇的时候党员都不出来 我觉得那个那个投票率之低 是民进党比较大的忧虑了 在这个时候选党主席 结果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党员登记党员出来投票当民进党里面人头党员很严重啊 那这一次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这种的人人头党员的策动 但基本上面就是比人脉比金脉 好虽然是这样 那卓荣泰接下去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卓荣泰的应对的起手势其实都还都还不错 他只有只有这一点只有 上个礼拜 选前的时候呢他接受媒体的访问 问到 问到陈水扁的问题 他说 陈水扁所受到的痛苦 这种的不公平的待遇 早晚有一天 要那个人 加倍奉还 他讲的那个人搭档会说那个人就是马英九嘛 意思就是说 马英九给他滚起来 马英九关起来 让马英九尝一尝陈水扁 受委屈的滋味 那第一个你就知道这个党主席 显然 还是搞不清楚 这个社会对于扁家弊案 到目前为止 调子都没有改变 不分蓝绿 高比例的 就是 当然是贪污 这一家都贪污 一家都是贼 第二个 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到目前为止 高比例的 几乎所有的民调 都是六七成以上 都认为 怎么会让陈水扁在那边趴趴走 还为他的儿子助选 要直接关回去 跟卓中泰调子不一样 第三个卓中泰竟然是保英派 保英派大将 他觉得 他就是蔡英文的傀儡 那你说的那个人不用这么复杂 就跟蔡英文讲特色陈水扁嘛 扯半天干什么 就讲讲归讲 好但是虽然主动太大胜 但是 蔡英文接下去的另外的一个变数呢就这个 赖清德确定请辞在自由时报啦 自由时报讲他请辞就一定辞 赖清德确定请辞 新内阁 苏卖配成行 苏 苏贞昌 卖 陈其卖 这基本上面是 老中配啦 老生代跟中生代的配合 虽然蔡英文跟苏登汤处得不好 可在这个时候 我常常比喻 刺猬啊 蝎 蝎子 沙漠里面的那些的毒 蝎子 我记得我在 念大学的时候 我再看那个 看 看这个 俄国的那个 那个 哲学家 格鲁泡特金 那 这格鲁泡特金写的 互助论 他的互助论跟 达尔文的物竞天责说 他这样有 有点 有点相反 他是种的补充 格鲁泡特金的 互助论里面 举了非常多动物 不是物竞天责 相反的动物会互相帮助 来 共同渡过南关 来繁衍族群 暂时收敛 斗争跟竞争 的 case 其中他讲到 蝎子 蝎子平常都在很炎热的沙漠地带 可是呢 这些的蝎子 他说你 当你抓一些的蝎子 这些毒蝎子 平常在沙漠里面碰到 互相刺来刺去 碰到动物就攻击 就把尾巴撬起来 天蝎座的那个尾巴 那些蝎子有毒的 尾巴的毒刺 刺到了之后 他的攻击武器 可是当你把这些蝎子 抓一抓之后呢 把他的摆到了 比较寒冷的地方 温度刚开始慢慢下降的时候 就发现这些蝎子呢 都把刺都收起来 而且慢慢的靠在一起取暖 就不互相攻击了 就互相取暖 他们知道这个时候 大家都都可能 再攻下去 不用互相攻击 大家都会都会死 所以如何呢 先渡过难关 再说 民进党现在就是一群蝎子啊 进广告回头了 那就有点点时间 那蔡英文总统 彻彻底底的 他不是他自己拒绝九二公司 而且他公开的喊话施压 从今天开始各党派 台湾的各党派请都不要再谈九二共事 但这没有 这没有 强制力啊 没有规范性 大家都都不要再再谈了 可是呢那为什么不要谈呢 这本来就是台湾的 台湾的两个路线啊 何况 何况 九合一的选举 九合一的选举 清中派大胜不是吗 如果不是清中派大胜 那些独派大老在焦虑什么 那如果清中派大胜 而且 这些清中派 像是韩国瑜 卢秀燕 这些人 到最后呢 都是把九二共事的大旗 拿出来的 一手拿着 九二共事 一手拿着反空屋 是拿着大旗胜选的 那你叫这些 拿着九二共事胜选的人说 从今天开始都不要谈九二共事 你把名义当什么 你倒不是把这些的蓝营的15个县市场当什么 而是你把名义当什么 那蔡英文只能说他 他希望大家都不要再谈九二共事 你只能够讲就是说 他一听到九二共事头 九二共事像是 像是 像是咒语一样 一念他头就昏 他不想听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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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九二共事了 那 讲是一回一回事啦 而是说 我这民进党不会讲九二共事 这不是民进党的两岸一家亲 他民进党的民进党的逻辑是两岸两家仇 那没有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呢是虚构的 所以你回头你回头去看那些的文字 不管是大陆版的海协会版的 或者台湾的海基会版的当初香港会谈大家互相拧下来的 那个基本的逻辑差不多就是大家对一个中国原则 有共事 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内涵 大家认知不同 但是涉及到了两岸的一般性的事务性的事情 不涉及到一个中国内涵 所以如何如何 那个是一个 那所谓的 九二共事 的共事是在这种 agree to disagree 的逻辑下面 怎么会没有呢 但是 蔡英文说没有就没有 就是告诉你这一年两岸关系会 非常非常糟的 戏好安全 这一半小时了 不一定建议这大小时了 当原则就是 今天的节目就是 最终创造成了 就是 但又是一条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